有一个三角形,底是一公尺,高是一点一公尺 求此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有学过 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底乘以高再乘以二分之一 题目有告诉我们,底是一公尺 高是一点一公尺 那我就把这个数字带进来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一乘以一点一再乘以二分之一 那如果我把它全部算出来 最后还要进行一次分数转换成小数的过程 在这一题当中有点复杂 那我可以选择在一开始就把这个小数二分之一转换成为分数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二分之一转换成分数 就是零点五 因此这个算式我可以把它换成一乘以一点一再乘以零点五 而一乘以一点一就等于一点一 因此这个算式我又可以把它简化成一点一乘以零点五 那这个数字我们用横式就可以算出来 十一乘以五我们先把它看成整数 所以五五但是又要化成两位小数 因此答案就是零点五五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零点五五平方公尺 那在这一种题型当中我们可以选择 虽然它是小数乘以分数 但是我们可以把分数换成小数之后 来简化整个乘法的计算过程